可是目前S1的勘探员 不会堵奶的 他的勘探员我观战过好多次了 每次都很秀 这把的话鱼女带的是一个张狂挽留 没办法 这个阵容有点强 第一波 过来 找到古董 抓谁其实都差不多 这几个人都不好抓 这几个人都不好抓 基本上鱼女的话 没有个七八十秒 是根本别想击倒人的 没有七八十秒 根本别想击倒人 而且古董商这边飞轮 用的好的话 这个局可能就是 两波救人四人开门战 因为这套阵容 它有两个OB点 勘探员一个 古董商一个 这局对于鱼女来讲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 勘探员的无损OB 最怕的就是勘探员无损OB 我们来看勘探员的位置 你看这里 古董商 这边差不多待会儿 再拖一拖呢 是吃个闪现脑地 然后勘兵过来救人 对吧 勘兵过来救完人之后 勘探员的机子 这波接到的还是 仅快60秒出头 勘兵过来救完人以后 勘探员的机子 是不是差不多修完了 这一波就是无损OB 因为勘探员机子修完了 他正好要去跑下一台机子 路过的时候 大家能够为求生者 带来一轮 时间上面的支撑 这样的话外面的一个勇兵加一个杂技 能修不少机子的 这个机子就是穷者制胜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这把的话 于女前期的一个击倒够快 如果在防守端能打一个双倒 那我觉得这个局 于女可以保下瓶 有机会增胜 来镜头给大家看待员 走了 那边吃阵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我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顶端 这波不打吗 他是国斧SE勘探员 他对 他觉得古董商能溜起来 所以我不需要过来 古董商自己溜就可以了 佣兵教自己 去把自己的机子补了以后 再去补看探员的机子 看探员这波来补密码机 他去打架救人 这个局依然有私人开门战的面 但这个面是谁打出来的呢 是古董商自己溜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镜头全程锁死 目前国斧SE勘探员 我给大家讲过 这个勘探员很厉害的 好吧 我们来欣赏一波他的操作 我相信这波他去打架 很有机会私人开门战 两点 第一点 他手里道具够多 第二点 古董商手里有飞轮 古董商有飞轮的 这不应该吧 飞轮没交出来 这个局有一说一 古董商交出飞轮 逼掉鱼女这边的闪现 看探员打架 是不是四人开门战 就算看探员打架不成功 密码机是不是也够了 三人开门战 鱼女没有闪现 这三个人手里有道具 平局起步 对不对 有可能三人三跑的都 这波没有操作压力的呀 为什么飞轮没交出来呀 这闪现不可能交吧 现在鱼女这个闪现交不了的 那这个闪现一交待会开门战 手里面是个白板 这鱼女要坐牢的 他现在其实能耗的东西不多 他能耗一个佣兵的护臂很香 耗杂技的球嘛 说实话一般般 杂技手里面球多 我到开门战都不一定用得完 对吧 能耗一颗是一颗了 这里佣兵补状态 球人选择补状态慢慢打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局现在是僵住的 但是这个局我可以很负责任讲 以现在穷者他们的一个道具的存量 他们的状态 这个局鱼女是不太能有多抓面 的 机子强量 怎么多抓嘛 那边门都在点了 门还没点呢 没没点没关系啊 鱼女他没底牌的 你就留一个就差不多了 说实话这鱼女回头都有可能被三跑 你但凡开门战遇到的不是杂技 你遇到的是谁呢 遇到这个勘探员都有可能被三跑的 杂技的话不知道手里面有多少球啊 真的鱼女这边回头想要去追多 其实是一个不太 不太能有的想法 因为他留不了两个人的 这鱼女怎么留两个人啊 对吧 他自多留一个呀 你待会遇到的是勘探员 对不对 勘探员磁铁 啪一个闪线给你弹了 旁边递交一走 ぜひ继续 İzled